經歷練的那個運用還是非常重要 你要兩塊 哇 有這一班打出去 Oh my gosh Oh bro 胡金龍回到一軍的第一隻安打 Oh my gosh 就是一隻陽春彈 觀眾朋友啊 這一番全沒打 胡金龍等了六百多天了 雙方回到8比8的平手 曹總不能下班了 哇 神簽約啊 胡金龍在這個時候 用他手中的球棒告訴大家 我回來了 那他會不會跳舞呢 應該要跳 這不是規定的嗎 哇 太不可思議了 你等於現在免費把超前分送上去 來看一次這個 打出去就知道了啦 不用再看了 只是看他會在哪裡落地而已 對 打得夠遠 哇 這個甩棒也是渾然天成啊 這樣子甩就不會被驅逐出場了 哇 再看一次 這一棒呢 劉宇辰應該會覺得 趕快去把那個豬公剖開 拿零用錢請金龍勝敗吃東西 岳紹華要來跟哥哥 岳東華展開真兄弟戲牆 這是他們兄弟黨在中華職棒第一次 在一軍的例行賽投打對決 面對哥哥第一球不囉嗦 147哥哥也笑了 哎呀 投我都投這麼準的嗎 請兄弟明算帳 連續兩球都是速球 而且都是走中間 146 現在是岳紹華球數取得的領先 下一棒是岳振華 哇 這兩個大喜藥 都看岳家人的表現 兩號一塊 變化球 插棒被捕 這個時候岳紹華把哥哥岳東華給三針掉 這次親兄弟明算帳 是由弟弟岳紹華佔了上風 不過這個半局兄弟再攻下2分 一樣 還是滿球數 再球打結出去 在左半邊的飛球專手 跑到了警戒區滑街 詹子嫻也是一個美肌的nice catch 哇 這個接殺太重要了 這一來一往真的差太多了 嗯 高國輝也是像可敬的對手啊 詹子嫻致意一下 接得好 這個若是沒有接到 得分的機率是很高的 因為他有點打在比較接近邊線的地方 嗯 中華一首要過來協訪 確實也很困難 哇 這一個是我們沒話講 真的是接得漂亮啊 哇 還不忘趕快 躺在地上把球回傳 英雄是英雄